东运会羽毛球男女团体赛决赛 今天下午开打 双双顺利晋级的大马男女团 分别对上泰国和印尼 率先登场的女团 在首两回合不敌对手落后两分 虽然女单吴锦薇在第三站扳回一城 可惜女双组合李明燕和邹美军 无法进一步挽救失局 最终大马队以总比分1比3 不敌泰国 屈居亚军 大马男团同样遇上一场硬仗 南丹伊斯干达两局直落高负 南双王耀新和张玉宇苦战三局落败 第三棒上阵的李子佳同样没能扭转局势 使得大马队以总比分0比3输给印尼 为我国收获一面银牌 继空手道男团套拳成功未免金牌后 我国空手道女团也不甘示弱 在搏击团体赛力压越南夺得金牌 男团选手同样表现不俗 在搏击团体赛收获一面铜牌 保龄球赛事方面 大马队持续保持完美状态 在女子五人团体赛 也为我国捎来一面金牌 五国选手以6,399平分的成绩 蝉联冠军 夺得保龄球队在本届赛事的第五金 五国17岁女将王秀美 在女子抛练球决赛方面 以打破赛会记录的漂亮姿态 摘下了金牌 带领我国称霸练球项目 王秀美投出了59.24米的成绩 比之前冬运会写下的56.57米 多了将近3米 可说是赢得实至名归 NTV7综合报道